第931章 李玉 三个小时前 拉斯维加斯城市的最中央 整个城市最庞大最辉煌的赌场酒店 帝国之星的顶层 电梯开启之后 神情速冷的年轻人就匆匆地穿过了走廊 推门而入 在门后 整个城市最高的地方一片静寂 只有维生器械单调的低大声回荡在空气里 巨大的落地窗后面 车水马龙的城市先毫避现 宛如脉搏中的血液流淌一样 近在眼前 可在垂帘之后 撑起的病床上 无数线缆之间 只有一个掩掩一息的老人 年轻人脚步下意识地放缓 停顿了一下 整理了一下衣领 才走上前去 低头 父亲 我回来了 老人正正地凝视着窗外 忽然问 威廉 他到哪了 两个小时前 罗素他们上了飞机 直飞拉斯维加斯 威廉低头 平静地汇报 遵照您的吩咐 已经召集了六家的主事 做好了准备 老者汉手 看了看身旁 陪护的医生汉手 身旁的箱子 将老者的右手抬起 随着药剂的注入 老者的面孔 也浮现出一缕病态的血色 他剧烈地喘息着 呛咳 父亲 威廉激动地上前了一步 可又停了下来 悲愤地低下了头 慌什么 只是用了点药而已 老人沙哑地笑了起来 凝视着他的面孔 你今年也已经25岁了 威廉 这么一想 还真是快啊 作为家族的独子 不好受吧 威廉低着头 没有回答 重担得之不易 好好扛着吧 老人挥了挥手 我有个 礼物 送给你 他示意自己的儿子 将床前的箱子打开 盒子里 是争鸣的铁光 遍布划痕的左轮手枪 和六颗子弹 那一柄饱金沧桑的武器 被精细地护理着 哪怕时隔了这么多年 依旧保持着最佳的状态 每一个零件和每一只螺丝 都完美无暇 就好像这座城市里 随处可见的枪垫里 贩售的量产货色一样 并不是什么珍贵的名品 可这座城市里 所有人都应该知道 他是谁的枪 他陪着自己的主人 经历了79年的时光 随着他从无名小卒 成为这一座城市里 说一不二的霸主 见证了诸多风云 和数之不尽的死亡之后 他的主人 已经不再需要 他去彰显权威了 可所有人却对他越发的敬畏 拿着 老人说 他是你的了 威廉愣在了原地 不敢伸手 犹豫了许久 才终于将他 从盒子里拿出来 可紧接着 他的手腕就被握紧了 那么用力 就像是铁钳一样 几乎要捏碎他的骨骼 不容许他有任何的挣脱 一会儿 会面的时候 你要带着他 老人抬起了眼瞳 凝视着近在咫尺的儿子 浑浊的眼瞳里 像是流淌着炽热的熔岩 好像要将敌人的魂魄 也焚烧殆尽那样 一字一顿的命令 记住 威廉 这些话我只说一次 老人沙哑的低语 如果我 没有允许 你就不可以说话 如果有其他人 在我前面说话 你就要用我的枪杀了他 如果有人冒犯了我的客人 那么你要拿着他 去杀了他的妻子 父母 兄弟和孩子 一条狗也不准留下 哪怕说话的人 是你的叔叔们也一样 明白吗 父亲 为什么呀 威廉茫然地摇头 无法理解 真的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他只有一个人 只要你愿意 我们就可以 让他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还可以请洞天 蠢货 老人怒吼 我的城市 轮得到你做主了吗 那斯雅的声音宛如雷鸣 要暴虐地撕裂他的耳膜 在他灵魂之上叩吻 令威廉再没有勇气辩解和反驳 惊恐地低下头 很好 就这样 威廉 老人剧烈地咳嗽着 神情却变得欣慰起来 把你布置的那些人手 全都遣散 保持这样 低着头 看着脚下 不要看他的眼睛 也不要掩饰自己在害怕 你是个好孩子 威廉 只是太年轻 你要听我的话 他缓缓松开了自己的手 再无力掩饰自己的衰老和无力 依靠在了床上 许久 威廉无力地问 难道在父亲你看来 我们就一点胜利的 可能都没有吗 蠢货 我们要胜利 有什么用 老人被逗笑了 想要得到胜利 你能付出足够的代价吗 你想要和世界上 最疯狂的理想主义者为敌 不惧怕肉体的毁灭 不忌惮牺牲的多寡 不在乎后果的惨烈 偏偏还具备着力量的对手 你想过后果吗 漫长的寂静里 威廉陷入沉默 再无话可说 放心吧 罗素会知难而退的 威廉 老人沙哑地呢喃 终有一日 你会得到你应得的一切 那一双浑浊的眼瞳 静静地俯瞰着窗外的城市 就像是垂死的野兽 凝视着自己的国土一样 在那之前 我不会让任何人夺走它 当走下车门的时候 怀尸的身体 忽然紧绷了一瞬 皱眉 因为眼前的 竟然不是拉斯维加斯的灯红酒绿 而是一片速冷气息 层层铁丝网 和机枪布防的军事基地 一瞬间 怀尸还以为对方 在弄什么误入白虎结堂的把戏 可玄机反应 有罗素这个万年老王八在 哪里还有什么老鹰逼 敢搬门弄斧 况且 自己再怎么被小看 少少的 也是一个天文惠特等武官 别说白虎结堂 就算是他冲进统侠局 中央决策室现场 来个反复横跳三百次 只要不死 也肯定是最全面最严肃 最不柔沙子的内部法庭顶级套餐 但凡有那么一丝一毫的猫腻 都有八百个架空楼层的审查官 拿着放大镜 往死里翻 哪里用得着担心这个 他审笑着摇头 环顾四周 就看到开启的大门之前 那几个已经老到让人吃惊的人 他们的白发稀疏 身形枯瘦 有的撑着手杖 有的被人搀扶着 有的还坐在轮椅之上 戴着氧气面罩 就好像等候许久了一样 但又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当怀师和罗素走下车 他们便在子女们 和医护人员的陪同之下 主动向前迎来 初次见面 罗素阁下 轮椅上的老人 发出沙哑的声音 我代表拉斯维加斯商业同盟 向您致以问候 怎么称呼 罗素低头问道 道格拉斯 老人压抑着咳嗽的冲动 说 叫我道格拉斯便好 好的 道格拉斯 罗素汉手 越过了眼前的轮椅 环顾着四周 你们拉斯维加斯 是用军事基地来接待客人的吗 如果您是为做客而来 我们会定然无上欢迎 整个拉斯维加 都将是您的朋友 您到了每一个地方 都将享受尊贵无上的待遇 如果胆敢有人冒犯你 那么他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 我敢保证这一点 道格拉斯喘息着 沙哑地问 可您不是为此而来 不是吗 我相信 开诚不公一些 对我们双方来说 都是好事 罗素的眉毛微微挑起 未曾想到 对方竟然如此坦荡 可很快 又不解了起来 如果你们想要敌对的话 只靠眼前的这么一个基地 未免不够吧 他说 以你们的财富 起码能雇佣到四五个五阶才对 咬咬牙 说不定还能买得 洞提尔那个天敌 为你们作战 哈哈 您说笑了 对于您这样的人来说 眼前这些人算得了什么呢 道格拉斯自嘲地笑了笑 请放心 不论如何 今日 我们都不会对您有丝毫的不敬和无礼 他拍了拍轮椅的扶手 示意身后的侍从调转方向 走向了前面 请您跟我来 在他的面前 军事基地的大门层层洞开 无数防御从中央撤出 门户大开 走进其中之后 怀尸才发现 这里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基地 在漫长地跑道两侧 打开的机库之中 是一排排正在兼修的战斗机 隔着热火朝天的部队训练场地 还能够看到远方的导弹发射阵地 搭乘着车辆穿过幽深的隧道 向下不知道行进了多久之后 在足以防御核弹袭击的攻势之下 出现了一扇巨大的门飞 就在铁门之前 道格拉斯在轮椅上衰弱地喘息着 抬起手指 很快 便由下属走上前去 输入了密码 验证红膜和指纹 以及原置 三重密钥撤出之后 大门便轰然动开 无数冰冷的射灯 从天花板之下照落 令璀璨的金光如红流一样 席卷扑面而来 怀尸的眼瞳 被那耀眼的金光锁刺痛了 忍不住眯起了眼睛 倒吸了一口冷气 黄金之海 那是一片不折不扣的黄金海洋 无数梯形的金条 堆砌成了一座座小山 在地底的仓库中耸立着 映照出令人魂魄颤抖的辉煌之光 没有累赘的钻石 也没有谎言一般的债权 此刻汇聚在这里的 是人类自古以来沿用至今的铜货 足以同国家级储备 相提并论的恐怖财富 第932章 谈判 不论是谁 当金钱以如此恐怖的规模 在眼前呈现时 都难免有瞬间的恶然 以及本能之中的冲动 在沉默里 怀尸的面尘如水 没有任何表情 丝毫不为所动 可暗地里 却忍不住心思电转 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盘算 地面上的防御和安保如何突破 需要多少人和什么样的工具 才顺利地能够 将这么一笔不易的粪土夺走 如何策划 如何召集人手 如何寻找防御的弱点 如何从美洲军队的眼皮子底下出入 乃至最后如何洗钱和分赃 等他把滑坡的思想拽回来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表达的时机 反而是罗素吹了声口哨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赞叹 由衷感慨 这就是拉斯维加斯的财力吗 实在是壮观 话说 这得多少钱 他回头问道 总计1300吨黄金 210吨原质结晶 400吨净金 除此之外 在这里 还有一把美洲银行的金库钥匙 当年在黑市上流出的所有边境遗物 都在其中 轮椅上 道格拉斯伸手 从下属的手中接过了一个盒子 双手奉上 我知道您为何而来 罗素先生 我们无意味当年的事情辩驳什么 但我们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他说 双倍奉还 就这样 低着头 高举着双手 将当年所拿走的资产和代价 攻紧的奉上 只要您愿意点头 此刻 在这里 所有的东西都将归属于您 而拉斯维加斯将会是您永远的朋友 任何纷争之中 倘若您出现在对面 我们将退避三射 绝不与您为敌 罗素笑了 低头 看了看那个盒子 谈了谭烟灰 却没有结果 真有意思啊 道格拉斯 不论是你们还是这个世界 总会给我惊喜 他轻声感慨 七十年了 七十年前 我根本不曾知晓过你的名字 七十年之后 你已经站在我的面前 跟我讲条件了 这个世界变得这么快 这么多年过去了 每周从荒野变成了陷阱五常 理想国从诞生到陨落 拉斯维加斯 从一片鸟不拉屎的沙漠 变成了欲望之城 技术在进步 时代在发展 通货在膨胀 每一天都和昨天截然不同 明天和今天又不一样 一切都在进步和成长 你们也一样 可唯独好像 我们还停留在过去一样 沉浸在往日的余晖中 难以面对惨痛的未来 死寂之中 无人回忆 只有老人的笑声 越发细血 七十年前 你们篡夺了理想国 所储备的物资 掠取了我们所积攒的财富 以此为基础 博取了诺大的家业和资产 如今七十年过去了 我来到这里 你们却告诉我 别生气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打算偿还本金 为了避免你发牢骚 我们还可以给双倍 就好像我是个找上门来的 叫花子一样 他难以置信地低头发问 我究竟落魄到了什么程度 你们竟然要让我如此难看 漫长的寂静里 无人回应 只有道格拉斯的氧气面罩下 粗重的喘息声 许久 那轮椅上的老人沙哑的回应 我们在展现自身的诚意 罗素先生 在这里的人 没有一个胆敢羞辱你 不 实际上你们就是 在这么做 不是吗 罗素摇头吃笑着 只不过你们羞辱的方式 会让人觉得你们很有礼貌而已 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对不对 道格拉斯 你要明白 我来到这里 不是为了你们的友谊 也不是为了你们的诚意 他一字一顿地说 我只是要拿回我们应有的东西 您可以开出架码 道格拉斯抬起眼瞳 衰微的双眸里 像是燃烧着火焰 这也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理由 不论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 我们都可以谈 罗素轻声一笑 也就是说 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了吗 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 杜绝纷争 没有坏和平 罗素先生 道格拉斯毫无退缩 平静地回答 区别在于 您是否愿意谈 当然啊 为什么不愿意呢 现在都是和平时代了 难道我会因为一急喜怒 在陷阱大开杀箭 罗素咧嘴 如此嘲弄 道格拉斯 你们想要谈判 那我可以给你们谈判 只不过 你们要谈判的对象 不是我而已 他略微地停顿了一下 看在身后 不远处 靠在门口正在背对着 金山自拍的怀师 僵硬住了 忍不住抖了一下 又抖了一下 难以置信 啥玩意儿啊 他震惊失声 东下人说 师父有氏弟子夫妻牢 对不对 罗素愉快地 吹着雪茄的清烟 你来代替我 怎么样 嗯 怀师感觉自己的脑袋 在迅速地膨胀 好像一个整个气球 头大 合着你说 登场是这个登场吗 怎么莫名其妙的 又安排我了 别一脸抗拒啊 怀师 这不是 你作为助理和秘书 应该做的事情吗 现在想来 你竟然一次都没有干过 实在是有些过于失职 罗素兴致勃勃地提议道 既然这次正好碰到了 那就交给你吧 仿佛终于想起 自己身为老师的职责一样 罗素一副不嫌事大的样子 如魔鬼一般在他耳边怂恿 正好 也让我这个当老师的 有一点用武之处 就当做社会时间课了 怎么样 两边甩嘴皮子扯来扯去 感觉很麻烦 怀师断然摇头 有那时间 他还不如来个才艺表演呢 算了 我不擅长这种表面功夫 那是交给手下们的工作啊 他们不具备承担后果的责任和能力 就只能零敲细打 资珠必较地扣出几分钱利润 就好像买白菜砍价一样 罗素摇头 认真的说 但我要教你的不是这一种 也不会那么麻烦 他会更加地直接 为双方保留体面和尊严 同时更加地干脆和爽快 作为领袖而言 如何正确地表达自身态度 是职责的一部分 你应该开始学习了 怀师 说着 他展开双手 提议道 让我们现在开始 怎么样 寂静里 怀师的眼角抽出了许久 无奈的叹息 都已经安排到家了 他还能怎么样 怀师 微微汗手 只是瞬间地恍惚 他就发现 自己竟然置身于金山的正中央 无数黄金的拱位之中 就连眼前的长桌和座椅 都是以这足以赎买灵魂的金属铸成 金碧辉煌的庄严宝库之中 双方分裂与长桌的两侧 怀师坐在最前面 有些新奇地适应着 这样万众瞩目的感觉 而在他身后的黄金躺椅上 罗素抬手 碾灭了手中的雪茄 开始讲起了 今日授课之中的第一个要点 首先 在谈判开始之前 你需要向对方说明来意 他提问眼前的学生 就像是手把手的 教孩子如何解踢一样 怀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回收资产 怀师有些不确定 太笼统了 你需要定一个范围和目标 也需要为自己划定一条底线 罗素提醒 有什么是你可以争取的 有什么是你可以放弃的 只有想明白这些 你才不至于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这个怎么定啊 怀师一头雾水 罗素无所谓的挥手 毫不在意 你自己想着来呗 总要试试 十倍奉还 哈哈 罗素大笑起来 你还真容易搞定啊 怀师 价格太低了 这么搞的话 传出去 我们一定会被当做乡下老的呀 怀师想了一下 认真的问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将所有的一切全部拿走呢 你可以试试看 罗素撑着下巴 满怀期待 说不定能行呢 在长桌对面 道格拉斯面无表情 可在他身后 赌场联盟的代表们早已经面色铁青 他们哪里 还不明白呢 罗素根本就不曾在意过谈判的结果 这个老东西 把这里当做幼儿园 把权力当做玩具 放进小孩的手中 欣赏他挥舞力量的模样 他根本只是来带着学生来上课的而已 而他们 就是罗素黑板上悬挂的廉价模型 化学课上的烧瓶和量杯 用以阐述定理的教学工具 够了 有人阴沉怒吼 罗素先生 难道你就一点诚意都没有吗 无人回应 只有道格拉斯冷漠地向着身旁看了一眼 威廉汉手 伸手入怀 握住了手枪 拔出 可动作 却戛然而止 就好像 忽然按了暂停键一样 僵硬在了原地 动弹不得 只有一双眼眸中满是茫然 突发事件啊 怀尸 有人来搅局了 罗素感慨 实际上 谈判中时常会有意外的状况出现 就比方说 对方难以弹压内部的分歧 导致有人蓄意制造意外 进而意图影响到谈判的过程和结果 他停顿了一下 像是教师提问一般 像怀尸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是我 怀尸问 对 是你 现在做主的是你 怀尸 不要在乎我的意见 不论成功或者失败 都只不过是一场实操考核而已 还是现学现卖的那种 罗素十足耐心地说 你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没有关系 怀尸想了一下 耸肩 说实话 我不喜欢有白痴装傻 冲愣搅混水 他说 我会砍下他的头 太粗暴了 怀尸 有失雍容和气度 扣一分 罗素摇头 对于这个学生 习惯粗暴的行事风格 有些无奈 但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砍下他的头 他抬起手指 敲在扶手的黄金之上 下达了死刑的模拟判决 在一瞬间 那个呆滞的反对者 已经僵硬在原地 脖子之上 已经空空如也 可是他却并没有死去 甚至没有流一滴血 仿佛只是被什么可怕的东西 拿去藏起来了一样 他茫然地抬手 摸着空空如也的脖子上方 似乎在惊恐地呐喊 但是却听不到声音 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漫无目的惊恐狂奔 最后 被反应过来的人拖了下去 直到现在 威廉才终于恢复知觉 可他看着长桌镜头的老人 却没有了将武器掏出来的勇气 道格拉斯的眼眸低垂 好像对此毫不在意 那么 在宣告了来意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 罗素贪手 满心愉快地接到 现在 你可以展示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了 怀尸 第933章 道理 就好像在象牙之塔的教室里 午后的阳光之下 沙发上的老人抽着雪茄 对自己的学生 倾囊享受着人生的智慧 与人性的精髓 教导礼仪 如何去以端正且严肃的姿态 拜访你的敌人 不需要繁复的下午茶规矩 也不需要累赘的谈话技巧 更不必去喋喋不休的砍架 资诸必较 而是如何以正当的方式 去将自己应得的东西拿回 首先 要开诚不公的直书胸义 表达自身的来意 无需掩饰 让对方清楚 你为何而来 然后 便要展示自身的力量和资本 以应得正式 力量和资本 怀尸开始想要笑了 他有一大堆数也数不完的头衔 却不知道 这个时候 报哪一个才合适 乐园王子 一个过气的偶像 谁在乎 天文会的成员 对于邪魔外道而言 或许是催命福 可在陷阱 面对代表着拉斯维加斯的六家联盟 只会自负手足 丹波之王 和光辉四射的欲望之城相比 丹波也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而已 除此之外 他还是象牙之塔的古典音乐老师 是罗素的秘书 是深渊除魔和灾厄乐师 受高者 乃至一个不值一提的三阶升华者 可那些称号 都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他不是因此而来 那究竟应该说什么呢 他忍不住自嘲摇头 轻声笑起来 直到现在 他才反应过来 或许这一份麻烦的工作 早在他从丹波 被罗素骗上车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注定了 所以 答案也会不存在第二个 对于他们而言 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力量和资本 永远都只会有一个才对 那一瞬间 他平静地抬起眼眸 看向前方 隔着璀璨奢华的黄金之桌 凝视着镜头苍老的对手 平静地告诉他 我的名字 叫做怀师 怀师说 我代表天国谱系而来 于是 死忌之中 罗素愉快地凝视着那些恶然的面孔 便忍不住抬起手 轻声鼓掌 满心欢乐 简直是 完美的开场白 你果然是最好的学生了 怀师 只需要简单的提点 便可以领悟问题的本质 只要将责任交给你 你就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你已经洞彻了真髓 此刻 来到这里的 难道是一个老头 带着一个小孩吗 是象牙之塔 还是单波 不 都不是 他们来到这里 只有一个目的 而他们 也只会代表同一个使命 和愿望而奔走 唯有如此 他们才会来到这里 来到这些沉醉于虚荣的繁物面前 向尘世昭告 真理所在 就这样 时隔七十年后 天国谱系的存在 重新以如此正式的方式 出现在了陷阱 来到了谈判者们的面前 被一个年轻人 平静地宣之于口 就好像那个辉煌的时代 并未曾离去 而是一直存在 一直地存留于世界之上 这七十年的沉默 不过是短暂的小气 可现在 那些沉睡的巨人们 仿佛也随着怀师的话语 而苏醒了 朱立在长桌之后的黑暗里 随着怀师一起 看向了前方 漠然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应 但回应不会有用 审判也绝不会推迟 真是 后生可畏 在那令人煎熬的沉默中 只有道格拉斯 氧气面照下浑浊的喘息声 如此低沉 夹杂着肺腑中涌动的杂音 老人沙哑的轻叹 不是因为计划遭遇了挫折 而是因为自己 直到这一刻 他才发现 自己错得有多彻底 他原本以为 他最大的敌人是罗素 为了让罗素知难而退 他费尽心机地 筹措了那么多的措施和反制 曾经罗素所欠下的两个人情 曾经他对人所做出的四个许诺 还有来自长青藤联盟的支持 由拉斯维加斯所提出的五个方案 总有一个会让他动摇 总有一个会将损失 降低到拉斯维加斯 所能承受的地步 可是却没有想到 所有的准备和举措 都没派上用场 因为罗素轻描淡写地 将一个年轻人 推到了台前 甚至当着自己的面 手把手地 教导着他 如何握紧这一份力量 现在足以引发陷阱动荡的 民意大权被怀尸握在了手里 而一个比罗素更加棘手的对手 成为了他的敌人 当他向自己宣告身份的瞬间 道格拉斯甚至在怀疑 那真的只是 一个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年轻人吗 还是说 更加可怕的什么东西 究竟是罗素的障眼法 还是其他的什么呢 他不知道 正因如此 才会越发地不安和愤怒 因为自始至终 常捉另一头的罗素 都从没有正眼看过来一次 他的敌人 根本就没有将他放在眼中 就好像七十年前那样 哪怕他手握着枪 走在街上 穿着最奢侈的皮鞋 和最高调的衣服 开着豪车 可所有人却不会在乎 因为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我已经做出了偿还 罗素先生 我为了这一场谈判 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甚至已经向你 展现了这么多的诚意 为何还要再羞辱我呢 他抬起浑浊的眼瞳 沙哑的质问 难道说 你觉得 只要摆出天国谱系的名号 我就应该高举双手 将拉斯维加斯双手奉上吗 罗素微笑着 只是撑着下巴 一言不发 恍若未闻 而怀师 却好像毫不在乎后果一样 跃跃欲试 接下来 我猜 我该告诉他们拒绝的后果了 不是这许诺条件吗 罗素想了一下 耸肩 算了 虽然跳过了一部分 但没有关系 谈判是灵活的 你应该试试 你就这么放心 怀师问 是啊 罗素微笑 对于你 我就是这么放心 怀师想了一下 嗯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罗素汉手 满不在意 轻描淡写地将一切 推到了堵桌之上 彼此心照不宣 可所有人都只感觉一阵荒谬 难以理解 这个老东西的脑子 一定哪里有问题 正常人哪里会有这样的谈判方式吗 一言不合 话不投机 就一把缩哈 至于他们所说的后果 还需要去用苍白的言语去说明吗 一个是全境屈指可数的五阶升华者 象牙之塔的主宰者 在天国陨落之后 死守住最后一片基业 甚至还开始谋徒复兴的 究极理想主义神经病 而另一个 是出道以来 血债累累 功勋卓住背后尸山血海 逢年过节 杀大宗世丸的灾恶之剑 天文会的心头肉 被誉为史上最强功巨人的特等五官 一个敢想 一个敢做 一个敢教 另一个就敢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这俩神经病凑在一起 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吗 一个老头 和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鬼 两手空空来到了这里 然后对这里的主宰者们 张开了狮子大口 要吞进一切 不留下分毫 也不会任何东西所妥协 这根本不是谈判 而是赤裸裸的宣战才对 倘若无法完成自己的目的 他们就会用尽一切手段 乃至双方之间的全面战争 难道你们理想国的人 就一点道理都不讲吗 在长桌另一头 道格拉斯斯雅地喘息着 愤怒地瞪大了眼睛 尖锐的声音如此高亢 我们已经为和平 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牺牲 可你们就真以为 我们软弱可欺吗 拉斯维加斯不害怕战争 两位 他斯雅地驳斥 我们也绝不会坐以待毙 这一座城市是我们的心血 我们绝不会再后退半步 你们可以尽管试试看 倘若你们想要于死往破的话 那就于死往破 哪怕流光了最后一滴血 花尽了最后一份积蓄 我们也绝对不会低头 何必如此楚楚可怜呢 老先生 怀师笑起来 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 就好像从一开始 我们征询过你的意见一样 就好像从一开始 你不是在自说自话一样 今日你低下的头 不是为了偿还往日的错误 而是为了保住现在的一切而已 他说 像您这样的人 我见过不少 在东下 我们管这样的人叫做老赖 他们依仗着自己的关系和人脉 占据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蔑视法律 倾见其他人的努力和尊严 自以为自己掌握了这个世界上的规则 然而并不是 倘若有朝一日铁锤落下 他们又会变得无比卑微和可怜 又具备了诚意和羁绊 又开始渴望起了和平 就好像这一切 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一样 如此端向着他铁青的面孔 怀石冷淡地告诉他 你之所以承认错误 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损失 口中说着诚意 可实际上 却从来只想着自己 你将我们带到了美洲的军事基地 施舍给我们一些准备好的残羹剩饭 好让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赶快知趣地离去 便自以为在彰显诚意 可是 从开始到现在 我甚至没有 从你的口中听到过一句 对不起 然而 事到如今 你竟然说 我们不讲道理 怀石摇头 笑了起来 这么多年以来 道理就在那边 却无人讲述 现在 我们带着他来到了这里之后 他就忽然变得珍贵起来了吗 如果你想要道理的话 道格拉斯先生 我给你道理 怀石冷漠地告诉他 连带着战争一起 第934章 你看这不巧了吗 没有留下任何转环的可能 也没有给眼前故作狼狈的老人 任何缓和的余地 当怀石坐在谈判桌之前 不 比这更早 当他眼前的这个老鬼 以为自得地 献上这些诚意的时候 甚至在罗素 带着怀石下了飞机 来到了这一座城市的时候 这一切就注定了 之后的事情 不论是态度恶劣 还是礼貌温柔 都不会有任何区别 留给对方的选择 只有两个 是 或讽 这代表象牙之塔 作为理想国正统传承的 根本立场 同时 也是天国谱系 重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倘若再次遭遇挫折的话 那么后面的根本就是笑话了 就好像 如果怀石不在陷阱 为象牙之塔 迈出第一步的话 后面的一切 都不会存在那样 罗马 俄联 东夏 埃及 乃至美洲 五常和五大谱系 以及全世界 乃至曾经理想国的残存者们 都在关注着他们的行动 手握着筹码 见证着他们的作为 而连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老赖 都搞不定的天国谱系 难道还有重建的必要吗 趁早回去洗洗睡 不更好吗 绝对不可能后退 留给怀石的选择只有一个 那就是赢 必须赢 必须赢得漂亮 赢得让人无话可说 否则就算得到再多的钱 也不过是打发给失败者 回家的盘缠车费而已 而罗素却根本不害怕 好像一点都不担心 只是坐在旁边 静静地欣赏着他的表演 充满信心和期待 寂静里 只有道格拉斯沙哑的喘息 看来 象牙之塔 是想要拿我们先开刀了 他仿佛终于弄明白了这一切 忍不住吃笑 你们就不怕蹦断你们的牙 怀石咧嘴 不知是嘲弄 还是单纯想要 展示两行整齐洁白的牙齿 不是象牙之塔 是天国谱系 拉斯维加斯 也绝不会任人宰割 那就奋起反抗吧 怀石郑重的建议 发动你们的人脉 挥霍你们的钱财 雇佣你们的军队 招募你们的走狗 莫兵立马 整个代弹 在那之前 封闭你们的城市 关掉你们的店铺 停止你们的生意 告诉每一个这里的居民 他们将要面对什么 也告诉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这里会有什么 在我们动手来拿之前 先毁掉你们所有的一切 怀石轻声笑起来 这也算是一种玉石巨坟呢 就仿佛曾经罗素 所嘲弄的泡影一样 哪怕怀石发自内心地 渴望着繁华和兴盛 也未曾想过 让单波的一切变得 像这一样 赌场 色情服务 奢侈品 永不满足的欲望 和永不足够的钱财 这不是一座城市 而是一座剧情的成人游乐园 为了满足人的欲望 而修建成的梦幻工厂 依靠着自身得天独厚的位置 和抓住了前所未有的时机 所修筑成的欲望之城 从一开始 就不是能够让人 心生归属的地方 想要毁掉这个城市 太简单了 简单到根本不需要战争 只需要战争即将到来的信号 就足够了 再不用其他的外力 也用不着一兵一卒 这一座因为欲望而汇聚的城市 也会因为欲望而崩塌 诚然 在陷阱 象牙之塔难以施展 可当怀师将他们 推到悬崖边缘的时候 他们就会明白 一旦战争开始 不论成败 他们都已经输了 哪怕他们的财力丰沛 哪怕他们的宝库众多 看来 你比我明白这一点 不是吗 怀师凝视着老人 看着他身后的那些人 你们既不愿意承担后果 也不愿意面对结局 无法支付自己 曾经所欠下的账目 也无法面对惨烈的结果 因财富和利益结合在一处 自以为同盟 实际上不过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只要火焰开始点燃 你们就会 拖着烧断的绳子 各奔东西 罗素不愿意和你们谈判 是这一场谈判 从一开始 就不存在任何难题 你们以为玉石俱焚 就可以 让我们投鼠忌器 可从头到尾 我们只需要用你们来表达决心而已 他最后停顿了一瞬 告诉他们 现在 各位可以给出答复了 他冷漠地发问 请问 我们之间的战争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个月 一周 还是 现在 四季之中 道格拉斯的表情抽搐着 许久 仿佛终于下定了决心 闭上眼睛 不会有战争到来的 怀尸 当大门轰然动开的时候 便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只要每周尚存一日 那一瞬间 道格拉斯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一下来 长出了一口气 而罗素歪头 点燃了今天第三根雪茄 对于眼前的展开 根本没有任何的惊讶 反而早有预料 毕竟天底下 还没有哪个普系新大道 敢让他们在门口反复横跳的道理 就只有怀尸的神情一致 眼神复杂的难以言喻 许久 她柔了柔眉心 轻声叹息 好久不见 丽兹 她说 你还好吗 堂皇正大的走进金库中的少女 神情漠然 身披着代表着跪斜的红衣 就好像寻行在自己的领土上一样 傲慢地 俯瞰着眼前的一切 我很好 她发自内心地说 但我希望你过得很不好 世事难料 不是吗 怀尸耸肩回头瞪了一眼罗素 怀疑 这也在那个老王八的预料之中 可罗素又变成了一头北极熊的样子 一脸无辜 好像熊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样 让人气得牙痒痒 美洲尊重象牙之塔的理念和决策 但绝不会放任天文会所属 违背修正案 干涉陷阱内政 丽兹在长桌的另一头坐定 理所当然地接过了谈判的位置 告诉怀尸 我们也绝不会在自己的领土上 出让半分权益 这才是道格拉斯的救命稻草 来自美洲普系的援军 游说了诸多议员和贵血 许诺了诸多利益和报偿之后 所换取的庇佑 阴差阳错 请来了怀尸最不想面对的人 这可真是最糟糕的结果 在利兹寒意逼人的凝视中 怀尸心虚地移开了视线 向受害者低头 可道格拉斯还没有来得及 因为怀尸这示弱的表现而欣喜的时候 就听见了对面的声音 咱们作为老熟人了 还共同经历了那么多 难道你不因为利益相关 避讳一下 一瞬间 老人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愕然地回头看向身旁的利兹 又看向了怀尸无可奈何的样子 越看 怎么感觉越不对劲呢 那种歉疚之中 带着坦然的渣男眼神 还有这种怨恨之中 带着认同的严肃神情 这两个人 好像 似乎 也许 有问题 避讳 利兹冷笑 怀尸 你做事 难道还需要避讳什么吗 我可是有良心的 该避讳的时候 还是得避讳一下 怀尸叹息 叹手 算我求饶 咱们能换个人来谈吗 做梦 利兹依靠在椅子上 狼头看着她 要不要给你换个脑袋 我推荐你一家包皮者开的医院 技术娴熟 五分钟的时间 你的脑袋 就可以变成一个酒杯 高脚的那种 这么厉害 有空的话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怀尸笑了笑 端向着眼前的少女 好奇地问 所以 和我谈的是谁呢 利兹 倘若我代表的是天国谱系 那么你代表的又是谁呢 长青藤联盟 他严余地说 亦或者 美洲谱系 作为美洲贵血 我已经被全权授予了 处理此事的权限 利兹淡然说道 我说的话 等同于美洲谱系所说 你看这不巧了吗 怀尸贪手 意味深长地 瞥了一眼身后的罗素 老王八你眼熟吗 这年头 大家怎么打的主意和套路 都一模一样 这么大的事情自己不管 还要找个代理人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 将足以奠定 美洲谱系 和天国谱系之间 未来关系的任务 随意地交到了 两个新生代的手中 未免过于心大 而罗素 依旧保持着熊熊状态 抽烟 喝啤酒 还不知道从哪儿 拿了一桶爆米花 已经兴致勃勃地 进入了看戏状态 仿佛看热闹 不嫌事大 打起来 打起来 指望这老家伙 是真靠不上了 怀师摇头 叹息一声之后 对丽兹说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似乎可以 就越过你 同更高层的人谈了 没有更高层了 怀师 丽兹默然反驳 会给你谈的 只有我 不 有的 怀师手指 撑起了手机亮起的屏幕 屏幕上 一个电话号码 正随着怀师的指尖旋转 他说 对我而言 有更合适的 丽兹的神情一致 旋即越发速了 因为号码页面的上方 那一张年轻过头的面孔 正在透过屏幕 向外得意微笑 你的叔叔伊兹先生还好吗 怀师关怀地问道 我们可是就相识啊 说起来 我也没想到 存世神明 马马基里亚的大祭司 竟然会愚尊降跪 成为我的朋友呢 你看 丽兹 我们总在奇怪的地方 有一些缘分 那这可要让你失望了 怀师 丽兹嘲弄地说 我的叔叔虽然喜欢乱狗 可这种大事 他也没办法胡作非为 但他好说话呀 怀师感叹 这就是区别所在了 丽兹 既然都是和美洲普及谈 我为什么不和伊兹先生谈呢 谈成了谈不成 我们两个的交情 都能有所上升 不过 反过来 你恐怕就不会好受了吧 第935章 加码 一时间 丽兹的眼神越发地冰猛 作为被授予了全权的主事者 倘若这件事情 被怀师绕过他 直接同伊兹 达成协议的话 不论结果如何 他的立场恐怕都会很尴尬 最简单的 一个无能的帽子 就很难甩下来 哪怕伊兹赫克特尔是他的叔叔 多半不会让他难堪 可谁知道 他叔叔脑子抽风的时候 会干什么呢 要知道 马马基里亚对自己的大祭司 可是相当纵容的 那位被誉为 溺爱之母的尊贵女神 最喜欢的 就是把自己看好的孩子 一手培养大 堪称养成狂魔 而能被他看中的人 无一例外 几乎都是举世罕见的人杰 和百年难遇的恶棍 否则也不会有一只这样的奇葩 更糟糕的是 万一 如果 倘若 马马基里亚觉得怀师未来可期 想要培养一下怎么办 这位美洲普系的养母 胳膊肘向外拐起来 所有孩子 可都会有点糟不住的 立姿皱眉 速声发问 你在威胁我吗 怀师 你知道 我向来尊重你 好吧 抱歉 我能理解你 对我不快观感 实际上 我很想向你道歉 退避三社也没问题 但很可惜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怀师举手投降 想了一下 认真地提议道 你看这样如何 单波的二期修建 我决定向美洲银行 增加贷款数量 并且 招标的时候 优先考虑你们荣官集团 怎么样 我想要在市中心 建一座豪华酒店 也很久了 这就是你的架码 立姿忍不住发笑 或许 这对于常人而言 或许确实理宜庞大 可对于美洲谱系来说 根本不值得一提 不是对美洲谱系 只是对你 怀师郑重地回答 不论你如何觉得 我认为 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必须向你的致歉才行 你可以收下来 嗯 你我之间的旧张令算 就当做立姿如何 立姿威棱 哇哦 在我的城市里 有你的名字 听起来真不错 在谈判桌之外 羽舍的隐秘投影 轻声笑起来 向身旁的罗素感慨 这种一致千斤的道歉方式 他是跟谁学的 这可不是我教的呀 端着啤酒的白熊 一脸无辜 瘫手 大概是渣男的天性 无师子通 但扮得确实漂亮 不是吗 羽舍则感叹 在表达立场之后 抓住对手的弱点 进行施压 同时 又率先做出了弥补的姿态 以防止对手拿着借题发挥 如果我是一般的女孩 别说其他了 哪怕她背着我 劈腿我都会原谅她 哈哈 不要看谁 都像是阴谋家一样好吗 罗素叹息 我觉得 她可能就单纯的 只是想要道个歉吧 这才是最让人棘手的地方 罗素 羽舍摇头 感慨道 如果单纯的诡计阴谋 或者是谈判策略的话 但凡立场坚决的人 又有谁会轻易动容呢 可正是这种 毫不掩饰的善意和诚挚 才会让人觉得害怕 就像是那种 对谁都很好 对谁都很温柔的家伙 明明并非特意地付出 可是却会让人产生 自己是特殊的错觉 如此单纯的善意 和那么诚挚的态度 在搭配上 那么可怕的感染力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 简直危险到了极点 对于宝金事故的人而言 冷漠的态度 和恶毒的阴谋 并不稀罕 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中 反而这才是常态 因此 大家才习惯了 资助辟教 习惯了勾心斗角 而那样的善意 就宛如剧毒一般 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放弃戒备 轻而易举地 打开封锁的门 陷入被动 哪怕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 可很多事情 一旦开始谈 就一定有的谈了 让立姿来主持谈判 恰恰是对他 最不利的一点才对 和怀世越是熟悉的人 就越是应该能理解到 这个家伙的本质 但凡来一个 从未曾和怀世 打过交道的人 恐怕都不会吃他这一套 你这个家伙 同样有坏心眼啊 罗素斜眼看不来 彼此彼此 不是吗 羽舌不以为意地摇头 我只是将 每周谱系的一件工作 丢给下属 你却将天国谱系的 初次登场 堵在学生的身上 要论魄力 我可不如你 家大业大的富豪 和一穷二白的流浪汉 比魄力做什么呢 罗素轻声笑了笑 看向了谈判桌 既然筹码已经下了 接下来 就看孩子们的吧 成与不成 总还可以期待未来 不是吗 未来啊 羽舌轻探着 再也没有说话 而谈判桌上 怀世再度探问 现在看来 我们似乎可以开始 谈判下一个阶段了 怎么 要开出架码 许诺条件了吗 丽兹四世 对罗素所教的流程 早有了解 毫无动容 你有什么架码 能让每周谱系动摇呢 怀世 不要高看你自己 放心 我向来知道自己 有几斤几两重 怀世微笑 忽然问 我听说 长青藤联盟 这些年似乎再搞一个 叫做太阳历史的东西 话音刚落 整个金库之中 一片死寂 不只是怀世 就连道格拉斯 都察觉到了 立姿身上的含义 还有那种若有若无的 杀意 轮椅上的老人 骤然色变 心脏抽搐 看向怀世的眼神 就分外的震惊和愤怒 哪怕他不知道 太阳历史是什么东西 可这明显已经涉及到了 美洲谱系的重要工程 绝对是隐秘中的隐秘才对 很明显 从怀世口中所说的东西 已经不是他们 这样的墙头草 能够听闻的范畴了 当着他们的面谈论这个 无异于将刀子 架在他们的脖子上 不论后果如何 恐怕他们在场的这些人 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你们天国谱系的人 就一点武德都不讲的吗 他颤声开口 殿下 在下 申请退避 不避了 道格拉斯先生 丽兹瞥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地说 稍后配合长青藤 做个记忆筛查就行了 只希望你们能够知晓 我的联名有多宝贵 诚然如同怀世所说 太阳历史 是长青藤这些年以来 暗中缓慢进行的巨大项目 本质上涉及了 美洲谱系的重大秘密 和未来战略计划的 庞大探究 如此巨大的工程 想要做到彻底密不透风 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传闻也只局限在 武昌顶端 和天文会高层 等等少部分人的范畴里 就好像东下的龙脉所在 俄连的圣关位置 罗马的狼血之地 和埃及法老王们的 寝灵秘仪一样 别说是知晓内容 不够资格的话 就算是听到这个名字 都要被处以终生监禁 乃至物理毁灭 对此 对面那个笑嘻嘻的家伙 根本一清二楚 他只是单纯地 看这个老头不爽 想要折腾他们几下而已 可丽兹并不打算 让他如愿以偿 怀师 我很佩服 象牙之塔的情报渠道 但这可不是能随意 谈论的东西 丽兹一字一顿地警告 你要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那就说点能说的吧 怀师撑着下巴 愉快地换了个话题 就比方说 你们从黄昏之箱 带走的那个 永生机器 它可是亲自参与了 整个黄昏之箱收尾过程的 对于长青藤联盟洞的 手脚和带走的东西 哪里有不知道的道理 只是 已经毁了永动如星之后 懒得再去追究那些细枝末节了而已 况且 他并不担心 长青藤会滥用这样的技术 美洲普系背后 站着一个半的存世神明 暗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地狱 即便种这种随处可见的东西 消耗起来 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脑子抽了 才会拿活人去做实验呢 而对此 他已经在和大宗师米哈耶尔 进行交流之后 有所推论 长青藤联盟 多半是想要破解了这些技术之后 在太阳历时之上 有所应用 可对于太阳历时的正体 大宗师也一头雾水 只是根据长久以来的 蛛丝马迹猜测 那多半是 美洲普系压箱底的 战略级地狱武器 倘若能够同永生机器那样的 能源装置结合 一定会有不小的弊异吧 放心 我对那种东西并不感兴趣 也不打算向美洲追悔 别看我这样 在存虚院里 还有人欠我人情呢 怀石敲着桌子 继续说道 不过 你们一定很头疼吧 逆向破解 没有进展什么的 虽然铸造之术 和炼金术高度相同 可永生机器那种 和永动如星高度挂钩的附属设备 可不是那么好搞定的呀 当他微笑的时候 神情就分外幸灾乐祸 作为陷阱唯一的铸造者 怀石可太清楚了 永生机器诚然无法带来真正的永生 只不过是将使用者改造成永世痛苦 无法脱离的淤泥而已 可本质上 这是将凝固的灵魂变成原制电池的技术 一种可再生的污染能源的制作方法 所涉及到的 绝对不止一位铸造之王的技术 更不要提 脱离了助日者的协同之后 重现这一切 要有多难 过去这么久了 你们掌握多少了 怀石猜测到 百分之十 二十 不对 以长青藤的技术能力 应该能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吧 他停顿了一下 郑重地说 请转告研究者们 这么快就抵达了炼金术 所能模拟和理解的极限 不愧是长青藤 很可惜 接下来 就不是炼金术的领域了 那可是属于铸造者们的伟大结晶 想要复刻的话 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 例子冷漠反驳 我们能解决 是啊 肯定能 世上无难事 只怕性价比 但你们肯投入那么大的资源 去赌一个结果吗 实际上 只要有一个专业对口的大宗师 就完全没问题 但哪个大宗师会 愿意因为这种东西 改换自己的研究方向 然后再花40年以上的时间去 重新研究呢 尤其最近大宗师还少了俩 简直人力紧缺 每周普希再怎么加大业大 也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 把大宗师像是升华者 这种工具人一样 挥霍和消耗掉 因此 这时候 有一位路过的同时 郑巧还是全世界 唯一一个铸造者的好心人 提出了一个建议 怀师微笑 露出八颗牙齿 如此标准和闪耀 要帮忙吗 瞬间 道格拉斯骤然色变 张口想要说话 可是 空气中无形的压力降临 压迫在他衰败的意识之上 令他难以发出声音 只有内心 一片冰凉 第936章 最后的机会 利兹撇着怀师 忽然反问 怎么 你背后那位助日者 难道领受天命的束缚 肯加入美洲普希 还是说 你打算改换门庭 如果真是这样 我倒是不介意 帮你打个报告 这就开始砍价了吗 怀师遗憾摊手 抱歉 助日者你们就别想了 我在象牙之塔待得也挺舒服 像我这样的员工外派 可能就是老板接受的极限了 企业机密知道太多 还要跳槽的话 可是会被除奸队追杀的 咱们退一步 我送全套秘籍加攻略怎么样 照着操作 就能包爽通关的那种 那看来 你也不是能全然做主啊 利兹嘲弄了一句 忽然说 60个铸造者 我们会提供炼金术学徒给你 你只要将他们培养成铸造者就好了 其他的不用你多管 铸造者的技术天文 会不是有存档吗 怀师反问 你们看那个不就好了 如果看书有用的话 还要老师做什么 利兹问 况且 你该不会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你藏了什么东西吧 怀师摇头 瞧你说的 基础和资料我都原原本本地白送了 没道理 连独门应用技巧也要交出去吧 以及 60个也太多了 你们要那么多 有什么用 重点培养的话 10个就够了 这不是在菜市场砍价 怀师 利兹根本不打算退步 这些日子 长青藤联盟又不是没有自己培养过铸造者 得益于怀师所展示出的优秀潜力 大家或多或少都安排了一些人研究 反正家大业大 有些人闲着也是闲着 安排点课后活动 也能丰富一下生活情趣 然后 大家就发现 自己玩的可能和怀师 根本不是一个版本 没有炼金之火 也没有金属学专长 没有各种各样的加持 就连第一个难关都需要时间功课 没有成熟的铸造者 为学徒制作铸造之炉 就只能忍受数十倍以上的时间和缓慢的效率 去归宿爬行 而没有记载在基础教材中的技巧和高端运用方式 更是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摸索而出 50到70 是长青藤在经过对时间的估算和人力考量之后 所得出的最佳范畴 多了没啥用 少了派不上用场 这样的话 铸造熔炉就不可能忍受一份啊 丽兹 怀师说 而且材料要你们提供 很多就连象牙之塔都是没什么库存的 然后 你写个几倍的数字来找我报销 怎么可能 怀师诚挚地拍着胸脯 你要相信我的人品啊 呵呵 丽兹冷笑 说真的 我倒是不介意那么点东西 而且 也不打算把这些技术 藏进抽屉里当宝贝 但你们这么做 未免没啥性价比啊 怀师叹气 自己培养人手 等他们能够领悟铸造之王的技术 能够配合你们的学者 和炼金术师逆向破解 起码要个几十年 你看我去了 三下两下就搞定了 何必 可在丽兹的坚持之下 怀师就只能无奈退让 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的道理 都不懂 这个败家女人 算了 大不了卖他们几个阉割版 反正他们也看不出来 那么 说说其他的吧 在搞定这一桩 《长青藤联盟》和《象牙之塔》的合作项目之后 怀师才漫不经心地提醒到 理想国的资产不应该被滥用 天才地宝 有得者拘之 好东西 还是应该握在好人手里才对 利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强调道 每周不会出卖自己的土地 这是当然 加强联系 深度合作 紧密协同 必然是我们双方的主旋律 怀师心领神会 微笑着提议 作为外来者 天国谱系也无意对美洲的城市指手画脚 当投资人 我更喜欢什么都不干 只拿钱 当然 为了双方共赢 对于城市中的一些乱象 必须要予以整治才行 只要钱 不要地 独立成帮的 在美洲联合里的席位 谁爱要谁要 但前提必须是我点过头才可以 利兹紧接着强调说 美洲公民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那是当然 投资者的利益应该得到保证 我甚至觉得 应该多拉一点外界的投资 在这里搞点新鲜花样出来 老师赌场多没意思 要我说 就应该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才对 实不相瞒 我已经开始做好沙漠绿化的计划了 怀世高举起双手 阳光十足 我们愿意同居民携手 共同建设一个 更加丰富多彩的梦幻之城 贵血们的投资不动 甚至可以加大力度 老乡们别担心 我们天国谱系只要钱 不杀人 有钱 大家一起赚 吃都市多可耻啊 喝汤的人越多 锅材越不容易翻 但老子做项目 你们别想管得太宽了吧 丽兹再度郑重强调 传统和人权必须得到保护 当然 每一个灵魂身而自由且高贵 怀世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们尊重每一种肤色 和每一个族群 就连兽化特征者 也会在这里得到公平的对待 随便你们把印第安人 还是阿兹台克人 乃至是罗马一名牵过来 都无所谓 也这里兽化特征者都有 你怕不怕 想要到这个怀世可不困了 作为单波之王 他先天性地就站在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地上 向下俯瞰 想打谁就打谁 只要他愿意 往山头上涂口吐沫 说这地儿太高了 都有十几万个兽化特征者出来 立马帮他铲平 伴随着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问答 道格拉斯的心 一点点地 沉入到了谷底中去 就好像亲眼见证 女婿见岳父时候的拷问现场一般 看起来一片严肃冰冷 剑拔弩张 可实际上 岳父每问一条 女婿每答一句 大家就向着一个既定的结果更进一步 收入多少 有房没 有车吗 工作前景怎么样 每一条的回答都在水准之上 甚至超出预想 接下来 只差对郭生辰 看过八字 大家就可以一起 其乐融融地畅想美好的未来了 除了要嫁出去的女儿 是道格拉斯家的以外 简直没有任何问题 对于这一点 双方好像也根本并不在意 当丽兹站在谈判桌前面的时候 一切结果 便已经不由他自己 最终 当谈判桌上的对话告一段落 丽兹深深地看了怀师一眼 提醒道 在这一片土地上 每一场交易 都将会被神明见证 怀师 希望你能够信守诺言 天国谱系不会辜负任何一个朋友 怀师微笑着 伸出手 合作愉快 丽兹的手指细长而有力 坚定如铁 同怀师一处集收 只是在离去之前 最后看了他一眼 但愿如此 从这一刻起 每周谱系 率先结束了观望 选择了下主 参与了这一场 由罗素所引发的豪赌 在十分钟后 这个消息将传遍了整个世界 摆在了每一个观望者的面前 天国谱系的重建 向前跨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就是在怀师的手中 就在他的掌握里 而现在 战争未曾到来 而这一座七十年前 因为错误而诞生的城市 也将迎来自己新的主人 对很多人而言 无疑是乌云盖顶 风暴即将到来了 而另一些人 则仿佛看到了出头的机会 在狂喜中有所动作 只不过 对于那数之不尽的荣华和奢想 怀师却并不在意 好玩吗 再好玩 能有坑学生好玩吗 他连刻个月卡 都要琢磨五分钟呢 金融上的数字游戏 对于怀师而言 从来没有任何意义 就好像眼前这一座泡影一般的城市一样 他是属于你的了 那就拆盒之后看两眼 放进柜子里呗 他的作用 就是去和其他东西摆在一起 这么麻烦的事情 丢给罗素去解决吧 反正后续 他是一点都不想掺和了 只是 在离开金库之前 他却忽然想起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没有办完 于是 怀师脚步停顿 回头 看向身边轮椅上 那个瘫软衰败的老人 在轮椅旁边 那个脸色铁青的年轻男人 死死地瞪着他 许久 再也没有勇气 移开了自己的视线 沉默中 氧气罩下面 只有老人疲惫又艰难的呼吸声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老先生 怀师平静地提醒 想要鱼死网破的话 就只剩下现在了 轮椅上 道格拉斯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只剩下最后的选择 于是 他再无任何犹豫 当那一双浑浊的眼眸再次抬起时 道格拉斯已经败倒在了怀师的脚下 虔诚称颂 怀师先生 拉斯维加斯将对您宣誓忠诚 很好 怀师赞许的汉手 伸手 按住他枯瘦的肩膀 轻声宣告 那就铭记吧 道格拉斯先生 如今的你 已经踏在理想国的土地之上了 或许 你会对未来所发生的一切 有所不满和怨恨 但你 终究要明白一点 怀师低头 在他耳边仁慈地提醒 你正因此而得火 在漫长的寂静里 怀师转身 脚步伸远去 而地上 道格拉斯拖曳着雷坠的氧气设备 汗如雨下 深深地低下头 再也不敢抬起 等怀师提着西装外套 躲着小碎步走出基地时候 就看到靠在车上吹口哨的罗素 在浩荡沙漠里 北极的白熊抽着雪茄 愉快地哼着爵士老哥 怀师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问 你就没想过 万一我失败了怎么办 那就等候时机 重新再来呗 罗素轻描淡写地白手 你还年轻呢 将来一定有机会 如果我也失败了呢 怀师反问 哈 你不是自己也还有学生吗 不过林家的那个小鬼就算了 我比较看好渊渊那个姑娘 你应该加大力度培养一下 该不会就因为她是个女孩吧 怀师斜眼 罗素愕然 一脸疑惑地看过来 女孩怎么就不能做谱系之王了 怀师 你这是偏见啊 咱们天国谱系 有两代都是女王呢 赶快好好给我改一改你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直男思维 不然以后很吃亏的 跟着老王八理论 永远会气得脑溢血 怀师不想再理他 而罗素 已经拉开了驾驶席的门 向着他招手 走吧 怀师 听说这里有不少好酒 我请你喝一杯 你想喝什么 龙蛇懒 威士忌 喝什么都随意 别最后刷我的卡就没问题 怀师靠在副驾驶上 闭上眼睛 才感觉沉重的疲惫袭来 他沉沉睡去 汽车再次发动 向着远方沙漠中泡影之城驶去 渐渐消失在年代古老的蓝吊歌声里 第937章救援 半个月之后 中西伯利亚高原 贝加尔山脉 远方的雪山 出来了速冷的风 在狗皮帽子下面 怀师抬头 哈着热气 眼前的篝火 发出清脆的琵琶声 火星飞舞着 挂在火上的陶土罐子中 没有放调味品的羊肉汤 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 怀师叹了口气 从口袋里掏出纸包 把刚刚跑了两公里 刮下来的盐盐 洒了一点进去 然后拿着木头汤勺撇去浮沫 盖上之后继续炖煮 在挡风的乱石堆下面 透出丝丝绿意的山坡上 一只又一只脏兮兮的 羊正低头啃着草皮 而那个撑着拐杖 披着皮毛的老牧羊人 正在抽着自己晒的烟叶 铜锣素说着什么 两人好像在谈笑 不时就爆发出一阵大笑 看得怀师眼角直跳 你们天国谱系的人 是不是多少脑子都有点毛病 不是跑去奈良卫路 就是自闭关门 玩模拟创世纪 再要不就是跑到 荒山野岭里来放羊 一个比一个玩得也 尤其是眼前这个老头 据说三十年 都没进过城市一步了 吃穿用住 全部都自己解决 就这还没暴毙 只能说 升华者的身体素质被棒了 人一旦开始放飞自我 就会千奇百怪 就好像常年不出门 蹲在家里的阿宅 时间久了 就多半会出问题 一开始 怀师还不明白 是什么人想要见一面 都要直升机空投 刚开始见到那老头的时候 他还以为遇到野人了呢 正打算摸出手机拍照 结果被老头翻眼一灯 信号都给灯没了 满哥的信号瞬间消失 在他跟前五分钟 手机没电 一个小时之后 怀师发现 罗素的手表都开始解体 而等到俩小时之后 俩人身上 就一件现代化的东西 都没能留下来 连钱包里的银行卡 都被削了辞 得亏马安包 半个月一次的许愿功能 没用掉 否则就要在荒野里裸奔了 要怀师说 这老头 哪里是什么炼金术师 简直是针对文明的 EMP 高精尖端的电子设备杀手 真要让他去城里逛一圈 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乱子 最关键的地方在于 虽然偏刻的有些过头 他怎么也算是个顶尖炼金术师了 结果到现在 他都愣是没发现 那老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就好像他本身的存在 就是针对文明的毒素一样 移动的电子灾难 难道这就是 天国谱系的战略级武器 用法就是把它丢到 敌方阵营里去 就在汤块要煮好了的时候 两人已经结束了谈话 向着帐篷的方向走来 依稀能够看到 牧羊人凝重的神情 还有隐约的释然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也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 那个老男人张口 将还没熄灭的 最后一节卷烟丢进嘴里 咀嚼着烟草和火星 随意地问道 你去过卡家那里了吗 啊 罗素的神情一致 你问了一个好问题 牧羊人收回视线 你得知道 但凡你们两个都还活着 总逃避不了这个问题 罗素没有说话 只有怀师在旁边 眨巴着好奇的眼睛 卡家是谁 老头儿的仇人 不过这名字 听起来像是个女的 如果额连名字的话 那么卡家的全称应该是 亚历山多瓦 死 怀师在汤锅前面倒吸了一口气 装作闻闻味道的样子 内心之中满是好奇 可接下来 两人再没有谈论 有关这件事情的问题 令他肚子里白找挠心 好奇得不得了 谈完事情 喝完汤 罗素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下山的路上 怀师问 接下来去哪里 感觉这一趟旅程 简直充满了刺激 跟出门抓宝可梦一样 但出来逛了这么久 从银州到美州 再绕了一个大圈之后 跑到了俄连 饶是怀师也感觉到 有点想要回家了 怎么 累了 罗素问 还好 怀师看了看身上的皮药皮裤子 只希望你下次能告诉我 咱们去哪里 好让我先换身衣服 放心吧 怀师 罗素手里转着打火机 似是有些无奈 接下来啊 除了几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之外 就只剩下两个麻烦一点的地方了 他停顿了一下 忽然问 罗马和埃及 你喜欢哪个 啊 怀师想了一下 你忽然这么一说 我当然是选 当然是选埃及 对吧 罗素看着他斜眼的样子 顿时愉快起来 开个玩笑 活跃一下气氛 富一小姐 最近不是在实习吗 你去罗马又见不到 急什么 要我说 咱们不如去伦敦逛逛 让爱女士做个导游 尽情欣赏一下 天文会总部的风情 如何 还是说 咱们边境暗网转一转 拜访一下三贤人 或者 天竺 听说罗小姐前些日子 超越了其父 六道士炼击破了三道呢 哎呀 真是未来可期 怀师的眼角狂跳起来 他哪里都不想去 死亡欲敢总在提醒 他去了哪里 都会有血光之灾 你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吗 而就在谈笑间 罗素的笑容也僵硬了一下 脚步停顿在了原地 怎么了 怀师问 不是去埃及吗 怎么不走了 罗素抬头 望向天空的尽头 叹息了一声 看来用不着了 嗯 怀师不解 跑慢了一步 老王八无奈地耸肩 歪头 点燃雪茄 轻叹 已经有人来揭露 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时间里 七白的色彩 就从天空的尽头 层层远山的最深处升起 舞动在了天穷之上 宛如一条条回旋的掰链 怀师瞪大眼睛 只感觉头皮发麻 那是风暴 风暴在天空中所形成的漩涡 恐怖的暴风卷着蜀之不尽的白雪 从寒冷的高原之上俯冲而下 规模庞大的不可思议 可随着前进 却又在迅速地收缩 到最后化为了一道怒龙一般 在天空中翻涌的雪色龙卷 正朝着他们 呼啸而来 哇 牧羊人从旁边的草丛里 神出鬼没的探头 来得好快 王八蛋 你出卖我 罗素质问 牧羊人愣了一下 被逗笑了 我拿什么出卖你 电话吗 手机 无线网络 还是靠着我的大嗓门 站在山顶上朝乌拉尔的方向喊 快看呀 卡家 罗素这个狗东西 在我这里 老牧羊人冷哼了一声贪手 拜托 他可是额连的老教母 风暴的盖亚 这里的每一粒雪花里 都有他的名字 每一缕双风 都是他的头发 你踏入了额连的领土 难道还指望 能瞒得过他的眼睛 罗素恼怒 我坐过屏蔽了 我顺手解了 怎么滴吧 牧羊人没好气地回答 罗素 你总要面对问题 那一瞬间 风暴从天穷上呼啸而下 怀尸的头皮发麻 在这覆盖了仿佛整个天穷 和大地的恐怖灾害面前 下意识地低头 趴下来 准备抵御接下来的恐怖冲击 可暴风却擦着他的身体 从两侧绕过了 根本懒得理会 他这无从轻重的角色 当怀尸抬头的时候 却发现 罗素消失不见 除了那老王八之外 一根草一片叶子 都没有带掉的 哇 绿野仙踪 怀尸愣了半天 不由地感叹 忠心地祝愿老王八 能够在异世界转生时 找到铁皮人狮子 和稻草人为伴 并且不要再回来了 可紧接着 他又开始骂了 那我怎么办 你大概 可能 或许 被丢在这儿了 牧羊人幸灾乐祸的感慨 他有一点救援要处理 或许会有点麻烦 你不方便露面 怀尸疑惑 有多麻烦 牧羊人想了一下 认真地说 前女友药账那么麻烦 怀尸被这庞大的信息量惊呆了 摇头 当我没问 可罗苏那老王八 吃喝嫖赌 欠了3.5个亿 天国谱系重组 为巴尔中道崩除了 自己去哪儿啊 回丹波吗 我看你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陪我放羊吧 牧羊人兴致勃勃地提议 我看你羊汤熬得挺不错 不如来 帮我干活 我教你原始咒术如何 我有这荒野求生的兴趣 我何必跑到鹅连来 怀尸还来不及回应 就听见天边风暴呼啸 七白的龙卷 去而复返 就好像想起出门车要是忘带了一样 猛然杀了个回马枪 瞬间将它吞没 等风暴消散 怀尸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牧羊人站在原地 目瞪口呆 抬头看向天上 喂 卡家 你好歹把我也带上啊 我也好多年没出过门了呀 无人回应 只有一群傻羊 奔腾而过时的咩咩声 天高地远 在风暴里 怀尸并没有预想之中的天旋地转 和头昏眼花 就好像只是眼前一花 他就从群山之间 来到陌生的城市之中 四面八方都是工厂的高墙 和无数从烟筒里 升上天空的浓烟 汽车从他身旁轰鸣而过 眼前的教堂中 响起阵阵钟声 广场上一群白鸽惊奇 捧着咖啡的行人们 匆匆来去 而怀尸茫然四顾 还穿着皮药皮裤子和皮帽子 好像一头闯入城市的熊 这哪儿 乌拉尔工业区的首府 教堂的门前 奉命等候在此的黑衣神父回答道 怀尸先生 欢迎来到鹅连 第九百三十八章 重逢 夏日扑面来的热风里 怀尸忍不住摘下狗皮帽子 开始扇风 有些惊讶 眼睛一眨 就从中西伯利亚高原 来到了鹅连的另一头 这么神奇的吗 怀尸愕然片刻 再看了看前方的教堂 才反应过来 那这又是哪儿 叶卡杰林堡 神父知无不言 你所在的地方 是俄连普系所属 滴血教堂 怀尸顿时又骂了 俄连普系所有的重要办事处和分布 都是以教堂的方式 分布在全国或者海外 尤其是乌拉尔地区这样的工业重地 首都地区首屈一指的滴血教堂 重要性可见一般 怎么就忽然被丢到公安局门口了 难道自己又犯事了 罗素那个狗东西偷渡就算了 还连累了自己 他下意识地 就想要来个三连 可还没自我介绍就反应过来 不对啊 自己哪怕没有过海关 作为天文会的行动干员和特级武官 他可是有陷阱通行的权利的 只要在陷阱 国庆县对他来说几乎跟没有差不多 顶了天发个短信 向本地支部报备一下 怕什么海关 他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问 那个 跟我一起来的那个老头呢 主教和罗素先生 有要事相伤 神父礼貌地回答 请您暂时稍后 就由我来招待您如何 主教 怀尸的眼角跳了一下 行吗 这一波是直接被人家 俄连普系的高层 直接给劫了到 老王巴罗素喜迎翻船 但既然 对方没有摔杯为好 跳出三百个圣堂骑士 来磨刀霍霍 就说明自己 还是安全的 至于罗素 担心他还不如担心 自己出门的时候 有没有关水龙头呢 等他捋清了眼前的状况之后 就瞬间淡定了起来 视线回转到眼前这位 留着落腮湖的中年黑衣神父 他才发现 眼前这位奇貌不扬的神父 竟然还佩戴着剑行圣灰 还真是个圣堂骑士 失禁了 请问怎么称呼 怀师伸手 阿列克赛 安托诺夫 叫我阿列克赛就好 神父握手回答 转身在前方引路 请跟我来 就这样 带着怀师 一路走进了教堂的大门 穿过了大厅之后 向右转 走向了后堂 一路之上 怀师还看到了不少祈祷的信徒 和兴奋 拍照留念的旅客 难以想象 这样的地方 竟然是一个普系的重镇 和分支部门 这里平时人也这么多吗 怀师问 毕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节假日的游客数量 还会更多一点 但来的都是信徒 总不便拒之门外 况且 这也是扩大影响 和招募心血的必要途径 阿列克赛淡定地解说着 为怀师打开了电梯的门 当再次打开的时候 便看到了办公楼一样的大厅 和往来出入的工作人员 以及一个个格子间 倒是颇为有公司氛围 只不过 这里每一个人身上 或多或少的 都佩戴着玫瑰念珠 和圣灰的标志 哪怕墙壁上 并没有贴着什么标语 也看不到多少宗教的陈列 但依旧分为浓郁 察觉到一身皮毛碗 如狗熊逛街一样的怀师 许多人也见怪不怪 还有不少人 同阿列克赛打着招呼 看得出他人望厚重 权限颇高 正教啊 怀师油然感叹 我还是第一次见识 只是信仰而已 在天国普系的面前 也没什么好稀奇的 阿列克赛淡定地回答 为他推开了门 休息室里 竟然已经有一套 全新的衣服放走了 从内到外连戴着鞋子 时间不太充裕 我们只来得及 从仓库里找到这些衣服 如果尺码有不合适的话 请告诉我 稍后我会再来 WiFi密码在墙上 桌子上的茶水和点心 请不要客气 体贴地为怀师 留下了私人空间之后 阿列克赛为他关上了门 留下怀师 在房间里环顾着四周 看得出 这是专门用来招待客人的客房 装饰简单 透露出额连一贯的简练 打扫得也很干净 一尘不染 换过衣服之后 怀师将乱七八糟地塞进包里 才坐在沙发上 随手从旁边的书架上 抽出一本盛典翻看起来 和四百年前 根本就没什么变化 办了范海星那么久 怀师简直倒背如流 别说 待在这房间里 还挺有熟悉感的 四百年了 连客房的陈列都没啥变化的 就多了个WiFi 毕竟是圣灵普系的正统传承 数百年前 当牧场主诞生 众神陨落之后 圣灵普系也随之分崩离析 在那一段风起云涌的混乱时光中 天文会的前身先导会 联合各大普系 重新奠定了陷阱的基础 从而形成了天文会的雏形 圣灵普系也迎来了彻底的分裂 罗马在继承了遗产之后 选择了吸取教训 统合了罗马普系 希腊普系等等重要组成 形成了如今以法王听为主导的万神殿体系 隔绝了牧场主的窥伺和干涉 另一部分不愿意将虚无之神解体的教士 则守卫着圣灵普系的圣物与遗产 抗拒着深渊的侵蚀 渐渐陷入疯癫 或者转而成为了牧场主的狂信徒 最终 群龙无主的诸多教会首脑 在军事坦丁堡 进行了历史上第四次公会议之后 才决定了正统冬迁的方针 在圣殿骑士的护送之下 教士们携带着圣灵普系的最后遗产 和圣人们的遗骨 开始了无悔的东径 最终在这一片土地上重新扎下了脚跟 到现在成为了俄连普系的正体 传承了圣灵普系的实质和绝大多数圣物 俄连普系堪称底蕴深厚 尤其在各个普系中军被第一 根据统计 常驻的各大升华者骑士团外 加授赐服的装甲教士军团 在十万人以上 更不用提其他后备军 和遍布全国的各处殿堂中的预备役教士了 没有如此大的规模 也撑不起每二十年一次 讨伐牧场主的地狱东征 某种程度上来说 天国普系诞生也受到了俄连的影响 毕竟这帮家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只要有足够的修正值 哪怕是虚无之位也能化为神座 通过圣典这样的原点 进行辅证和规范 真正地缔造出了圣灵 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久等了 阿列克塞重新归来的时候 为怀师带来了全套的证件 包括海关证明的护照和驾照 接下来的时间 您可以在叶卡吉林堡自由活动 如果您不喜欢独自一人的话 我们这边也为您配备了司机和助理 呃 不必了 怀师摆手 我就待在这里就好 虽然不太想管罗素的破事 奈何 老王八还是自己的直系领导 外加老师 他消失之后 怀师也没什么闲逛的心情 不如就干脆躺在房间里好好休息 外加等一等消息 反正就算罗素他谈崩了 自己也不会掉一个毛 阿列克塞想了一下 玄机汗手 既然如此 难得来一趟 不如我作为导游 带您在滴血教堂看看如何 啊这 怀师恶然 这合适吗 您是主教的客人 自无不可 阿列克塞微微一笑 为他拉开了门 与此同时 罗素听见门在身后关闭的声音 随着扩散的寒风 消失在虚空里 满脸雪花和洞茶的老头 被丢在了一张椅子上 庄严肃冷的教堂之中 大门紧闭 在彩色拼窗的微弱阳光照耀之下 他看见了祭坛上站着的那个背影 如此熟悉 沉默片刻 之后 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好久不见 卡家 叫我叶卡杰琳娜主教 罗素 咱们俩的关系有这么熟吗 当那位女修士回过头时 神情就浮现出一丝冷漠和疏离 他看上去并不苍老 约莫三十余岁 长发火红 正是年华正好的时候 让人本能地感觉清静 但此刻 却又令人内心不安 因为那一双灰色的眼眸中 满是素冷和审视 就好像严苛的母亲手握教鞭 面对犯了错的孩子时那样 罗素下意识地厚仰了一下 勉强地笑了笑 别这么说啊 卡家 这么多年不见 你还好吗 只要没有你 我就好得不得了 叶卡杰琳娜主教冷淡地说道 看来你过得似乎也不错 哪里能过得好呢 一个人在象牙之塔孤零零的 学生不听话 下属们也不体谅 还总是误解我 罗素无奈地常叹 只有偶尔喝醉里 才会感觉到快乐 有时候读书的时候 就会想起你 那些你留下来的书 我都好好收着 这才开始投其所好了吗 是不是有点晚 叶卡杰琳娜吃笑 谁都知道 你只对皇叔有兴趣 人是会改变的 卡家 罗素断然地反驳 我也会改变 为何你不愿意相信我呢 不等叶卡杰琳娜在说话 这个苍老的男人缓缓地起身 浑浊的眼眸 凝视着魁违已久的女友 沙哑地轻叹 没有一种不幸 可与失掉时间相比了 不是吗 他说 卡家 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 得了吧 罗素 叶卡杰琳娜默然地回应 你无论怎样未郎 她的心总是向着树林的 相信你这样的人会有感情 是我曾经犯过最严重的错误 我也犯了错 不是吗 做事你走向皈依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可是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 罗素轻叹 沉默片刻之后 忽然轻声迎送 据说 拉夫列茨基曾经去过 丽莎隐居的那座遥远的修道院 而且看到了他 当他从一个唱诗般席位 去另一个唱诗般席位的时候 曾经从他身边走过 迈着修女的那种均匀 急促 而又公顺的步伐走了过去 而且没有朝他望眼 只是朝着他那一边的那只眼睛 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 他们俩想过些什么 有什么感觉呢 谁知道 谁能说得出呢 就这样 回顾着不是明天中的话语 罗素缓缓向前 轻柔地握住了他的双手 低声说 卡家 人生中有这么一些短暂的瞬间 有这么一些感情 哼 低沉的闷想迸发 罗素动情的吟诵戛然而止 他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嘴巴张大 缓缓地跪倒在地 而叶卡杰琳娜 则抽出了自己的手 整理着修女扶裙摆上的皱� 刚刚给予罗素胯下 狠力一击的修长小腿 重新隐没在了黑暗中 好像从来都没有动过一样 这个角度看起来顺眼多了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 叶卡杰琳娜低头 俯瞰着脚下狼狈的老家伙 冷笑 无趣的读书分享环节 就这么结束吧 罗素 他说 是时候谈一谈我们彼此之间的救运了 第939章 价值 短暂的寂静 被呛壳的声音打破 地上 尘埃飞扬而起 死 哎呀 你还真是和当年一点都没有变啊 罗素趴在地上 艰难地 翻了个身 端向着叶卡杰琳娜冷漠的模样 唾弃一切包括爱和温柔在内的软弱感情 却又成为了以爱和慈悲著称的盖亚 卡家 何时你才能坦诚地面对自己呢 哄 地板上 原本罗素脑袋的位置 多了一个大洞 罗素已经神奇地从地板上浮起 重新站稳 而在他对面 叶卡杰琳娜 仿佛纹丝不动 只是淡然说 当然是等我能够心平气和面对你之后 罗素叹息 我理解 你对我的怨恨和误解 但我们当年不是和平分手的吗 和平 叶卡杰琳娜不解 你指的是在书记官选拔前夕 你构陷我 导致我失去资格的事情 罗素的神情一致 许久 郑重地说 那是个意外 有你在内的意外 叶卡杰琳娜摇头 罗素 你从来不会牵涉在意外之内 你是意外本身 一开始我还相信过你的无辜和诺言 可你又是怎么回报我的 更多的谎言 更多的欺骗 你提前察觉到天国陨落 可你什么都不说 反而将我骗到了陷阱去 因为除了救你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 这不是袖手旁观的理由 叶卡杰琳娜吃笑 你简直令你的老师蒙羞 啊 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但我也有苦衷的啊 罗素叹息 揉了揉鼻梁 伤脑筋 看来我真的洗不清楚了 你需要洗吗 叶卡杰琳娜踏前一步 速冷的修女伸出脖梗 在她的耳边轻声发问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隐藏什么吗 黄昏的秘密儿 罗素沉默 许久 无奈地举起双手 我认输 咱们能别谈这个话题了吗 那就谈谈你 如何赔偿我的损失 女主教坐在了地面上 生长出的椅子上 姿态端正又疏离 不如一个公开的道歉 如何 承认你当初的构陷和阴谋 然后就此卸任吧 放弃那些你不配得到的东西 然后 交给你 罗素大笑 瘫手 瞧啊 卡加 如此赤胜的掌控欲 和如此苛刻的道德标准 容不下一个不安定因素 也容不下一个污点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哪怕是你通过了选拔 也无法成为书记官 他摇头 无奈地轻叹 为何就不愿意承认呢 你是被命运放弃的人 就好像我一样 那你如今又在做什么 我 罗素想了想 耸奸 我只是 接受了属于我的命运而已 你也应该像我一样 瞧啊 罗素 当年是一切为儿戏的你 竟然开始敬畏命运了 看来衰老真的会增长美德 可你的命运 难道不正是随波逐流吗 为何如今又要出现在我的眼前 大概是大浪将至吧 罗素毫不在意对方的羞辱 没飞色我的回答 不瞒你说 像我这样的扶贫 也搭上了命运的潮流了呢 想知道吗 想知道为什么吗 但我不告诉你哦 叶卡杰琳娜的神情越发冰冷 天国普系势必不可能重建 你应该明白 那跟我说 这句话的是谁呢 罗素反问 天国普系的叶卡杰琳娜 还是俄连的老教母 两者兼有 叶卡杰琳娜冷淡地说 你需要谨慎回答 这不仅仅是 决定了俄连接下来的决策 同时也决定了神髓一息的态度 你无法全权代表神髓之路 卡加 罗素得意一笑 埃萨克还在帮我干活呢 叶卡杰琳娜摇头 得了吧 罗素 虽然我不知道 你画了什么柄 去诱惑我那个倒霉的学生 但你期望他会违抗我吗 只要他站在 我这一边就足够了 罗素说 哪怕不依靠俄连的支持 我也能重组天国普系 卡加 你搞错了一点 天国普系从来不是通过帮助 就能重建的东西 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重建天国 只有我们自己 罗马不行 东下更不可以 哪怕没有美洲的家住 我也会一意孤行 你习惯了权力 以为权力能够做到一切 确实 权力能够做到一切 但这是一切之外的东西 你不曾经 也是因为这一份 无法复制的价值 才投身于天国普系的吗 卡加 为何我们不能携手 我和你 我们两个联手 天国普系的重建 就将成为定局 听起来真好啊 罗素 像你这样的男人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可以对人讲出 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仿佛永远都生活在梦里 叶卡杰琳娜轻叹 许诺一生 许诺幸福 却不明白 婚姻和永远对女人 来说是什么样的重量 我曾经深爱你 卡加 胜过爱我自己 罗素郑重地说 你应该明白才对 这里可是教堂啊 罗素 早四百年 你在这里对一位 守真的修女说这种话 就足够你上火星架了 老教母冷淡地摇头 我已经皈依了 罗素 天国普系是否重建 已经与我无关 这不是什么借口 你应该明白才对 罗素没有再说话 他曾经深爱着眼前的女人 就好像眼前的女人 也曾经那么爱过他一样 遗憾的是 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一样地有着 更胜于爱自己的东西 不论是罗素 深入骨子里的自由散漫 还是叶卡杰琳娜的掌控欲 都是彼此之间 无法跨越的高强 爱情或许很重要 但这绝对不会是 人生的主调 他们正是因为 相信人的生命 可以具备更多的价值 才前往了理想国 因此而相遇 也因此 绝对不会妥协 正因如此 才会在命运书记官的 临选时迎来矛盾的爆发 所谓的那一场意外 不过是个影子 双方都心知肚明 除非对方退出 否则便只有自己 会在理想之门前倒下 哪怕是一生之爱 也绝对不会有分毫的相让 当理想国陨落之后 被罗素骗来陷进的 叶卡杰琳娜 已经对此心灰意滥 选择了皈依 成为了一名守真修女 加入了俄连谱系 这同样是他厌恶罗素 无所作为的地方 时局所困 从来不是碌碌无为的借口 倘若他真想要做什么的话 不论如何 状况都能够有所改变才对 他违背了自己的职责 人的才能必须发挥价值 倘若此路不通 那就另行他路 从此 七十年 他未曾有一日懈怠 直到今天 由他施洗的信徒中 培养出了191个圣堂骑士 走出了上千名神父和修女 每一位领受过他恩德的升华者 都心甘情愿地 尊称他一生教母 哪怕是女人 他的影响力也不在牧手之下 他是直接得到虚无之神赐福的圣人 甚至就连乌拉尔地区的首府 都因他而得名 而此处的滴血教堂 正是他往日来处决叛徒的地方 恶怜的盖亚 所有人都这么称呼他 他已经有所成就 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抛下一切 改弦一章 去再重新加入 支离破碎的天国谱系 你应该明白 就算天国谱系能够重组 也毫无意义 你都这么老了 还能做什么 叶卡杰琳娜问 重建理想国 别做梦了 我原本以为你会告诉我 能做多做少是多少 总要去做得道理 罗素摇头 颓废了这么多年 无所事事 可作为老师 总要有所表率 不是吗 卡家 就算是我做不了 也会有学生从我的手里 接过使命的 你来带的那个年轻人 叶卡杰琳娜了然 怜悯轻叹 可惜了 找错了老师 能够被称为灾恶之剑 将来可能 也会有更广大的成就吧 他可是我亲手选择的继承人 卡家 不要小看他 罗素愉快地笑了起来 他将远胜于我 话音刚落 低沉的闷响 从他们脚下爆发 相隔遥远 两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 叶卡杰琳娜神情微妙 而罗素则有些尴尬 而在他们脚下 更遥远的地方 传来惊讶地呼喊 打起来了 呃 年轻人吗 罗素挠了挠脸 咳嗽两声 好斗一些 也很正常 叶卡杰琳娜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淡然说道 只希望那位灾恶之剑 别在我这个教母的眼前 砍了什么人的头 十分钟之前 低血大教堂地下 热火朝天的训练场上 阿列克赛带着槐狮站在远处 轻声向槐狮介绍着场中的心血们 虽然说是心血和年轻人 但实际上 年龄都和槐狮差不多 甚至有些还比他年长不少 看着都快三十了 但不论什么人 被什么圣徒所赐福 来到这里 都只会被称为心血 为有朝一日 成为圣唐骑士做准备 而就在场中 那些正在训练的升华者们 也察觉到了场边的人 有刚刚走下 擂台的魁梧年轻人走了过来 擦拭着脸上的汗水 恭敬地向神府汗手 阿列克赛先生 你们继续 不用管我 阿列克赛何须地说 我只是带客人来看看而已 那年轻人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向这个 比自己好像更加年轻的客人 仿佛想起了什么 忽然挑起眉头 难掩斗志 他就是槐狮 天文会的那个槐狮 槐狮心中忽然一紧 将信将疑 按捺着心血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夏马威吗 好家伙 半猪吃老虎的爽闻剧情 可终于轮到我了 正是 他矜持地点头 压抑着兴奋的心情 做出一番云淡风轻的姿态 那魁梧的男人愣了一下 一双锐利的眼睛 端向了槐狮片刻之后 忽然间踏前一步 然后 躬身90度 后脑勺对准了槐狮 槐狮下意识地后退 提防这是什么传说中的 额连头锤绝技 再然后 就听到他 连同身后所有的壮汗一起 充满敬佩地发出恳请 请您指导我们 槐狮傻在原地 第940章 教导 什么鬼 他扣了扣耳朵眼 难以置信 为什么用最凶的气势 说出最耸的话 不是 你们这剧情 是不是哪里不对 呃 槐狮尴尬了一下 疑惑地问 你们这 不是来挑战的吗 秉持礼仪 是圣唐教条的一部分 阿列克赛咳嗽了一声 严肃地 看了一眼训练员 注意形象 安东学员 嘿嘿 这个 一般有高手来 大家也都会看人下菜碟的 安东的视线顿时飘忽起来 如果是那种傲气的人 大家一般 就推举一个比较抗揍的人上去挑衅 然后在对方动真格的之前 趴下认输 这样满足了对方的胜负欲之后 就可以趁势请教 啊 嘿嘿 大家都说 槐狮先生平易近人 只要开门见山地恳请 就一定不会拒绝 你说的这个大家 是不是我身边这个 总是被你悄悄撇的阿列克赛神父 槐狮向身旁看过去 而阿列克赛 则越发地尴尬 咳嗽了两声之后 不好意思地说道 机会难得 年轻人们总是不知天高地厚 难得阁下到来 能给他们补补课 行吧 槐狮的眼角跳了两下 无奈汗手 谁说鹅连人都傻大粗的 怎么挽起心眼来 套路不是一般的多 您来指导一下 阿列克赛的笑容越发热情 这个 怎么指导 槐狮挠头 斯拉夫大剑的传统斩首方式公开课吗 没事 随便指点一下就行了 阿列克赛回头瞪了安东一眼 还不快去准备一下 顿时 一众壮汉兴奋地点头 瞬间就把场中央的擂台 给清理出来了 而听到了堂堂灾厄之鉴 前来屈尊指导的消息 整个地下训练场 变魔术一样 不知道跑出来多少人 瞬间围得水泄不通 还有人兴奋地 拿出手机开始拍摄 忽然就有一种 来开专辑发布会的幻觉了 槐狮挠头 脱了鞋之后 走上了中央擂台的范畴 要说指点 实际上还是打架 但又要能让别人 有所长进和增益 因此也不能瞬间放翻 重要的反而是控制力 控制自己 不要再瞬间将对手击溃 同时 控制自己的对手 让他体会到自己的不足 既然如此的话 原汁记忆就不能用 否则也太欺负小孩了一些 而等阿列克赛 将一把教学用的斯拉夫扩建 和护具递上来的时候 怀师无奈起来 这些我都不擅长啊 实在不属于能教的范畴 武器的大小 重心变化和形智 都会影响到他具体的发挥 和作用的场合 比方说 刺剑在决斗中好使 但就别指望 和有护甲的对手打 长矛的尺度 可以无往不利 但对上剑盾 就要吃闷亏 地狱 流派乃至针对使用者 本身的身高体重和力量 这些不同条件 所引发的差别 更是数不胜数 美德之剑的尺寸 属于手半剑的范畴 而这种重型武器 怀师还真没研究过 针钥匙 也是用大锤的套路 人家圣唐骑士 靠这个吃饭的 哪里用得着他来叫 万幸的是 全世界的武器和护甲 虽然千差万别 但抛出奇形怪状的 肉体改造之后 大家基本上 也就只有两条腿 和两条胳膊 两个拳头 赤手搏击的流派虽多 但总归同理 这样吧 我就演示一下 徒手对大剑和装具的方式好了 怀师拒绝了 阿列克赛提供的装备之后 挽起了袖子 嘱咐道 给他们换成铁的吧 更加接近实战范畴一些 阿列克赛愣了一下 旋即赞同的汗手 确实 这样更好 就在他的面前 怀师五指并起 微微展落 低沉的破空声 骤然在嘈杂的训练场中迸发 那呼啸的声音 回荡在所有人的耳边 顿时令那些兴奋的神情 为之一素 感受到其中所蕴藏的力量 为之惊叹 哪怕灾厄之剑 在传闻和记录里 都是以白种武器的精通最为著称 可如今赤手空拳 竟然也发挥出如此可怕的力量 纯粹以杀伤性而论 已经不逊色于任何千锤百炼的名刃了 很快 第一个幸运 就已经从台下走上来 正是刚刚走上来的安东 他抱着自己的头盔 鼻青脸肿的样子 明显已经在后面 和同伴争夺这个位置的时候 做过了一场 还请指点 他戴上了沉重的头盔 举起自己的武器 跃跃欲试 浑然没有察觉到场边的指导老师 阿列克赛的怜悯神情 傻孩子 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变成教学用具了 一个个平日里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样子 真以为自己 能跟这一次的对手同台竞技 做你的美梦 碰 安东咆哮着向上冲去的瞬间 话音未落 就有低沉的闷响动发 整个人好像被巨大的力量掀翻 连带着浑身的甲咒 狠狠地拍在了塑胶地垫上 只有脱手的扩健 飞舞在空中 被怀师轻描淡写地接住 到迟 末端的配重球 在安东的后脑勺上 一处急收 啪 一声轻响 胜负一分 哪怕是个小孩 有扩健如同大锤的重量 朝着安东 后脑勺上砸一下 他也要当场趴窝 顿气对着假对手的威胁 可见一斑 看清楚了吗 怀师低头问 安东一脸茫然 周围人的惊叹 也在喉咙里酝酿 场面一片死寂 除非少数眼尖的人之外 竟然没有人看清刚刚的细节 那么 再来一次吧 这次我放慢速度 怀师伸手 轻描淡写地 将安东从地上拽起来 送回了原地 口中还向着周围的人解说道 对于这假的对手而言 寻常的打击技 是没有任何破坏力的 而甲胄的钢铁结构也注定了 关节技也无技可施 同样 有钢铁护颈和关键部分的防护 矫技的也排不上用场 当然如果你力量大到 可以扭曲钢铁的话两说 不过这种情况的话 也谈不上技巧可言了 所以 谁来告诉我 现在剩下的是什么选择 那一瞬间 人群中有人恍然 地面紧 猜中了一点 怀师微笑 令再度发起冲锋的安东 心中忽然一冷 可当他下意识地 想要防备的时候 却看到怀师微微的侧身 踏前一步 竟然靠近了 轻描淡写地按着他的肩膀 向后拉扯 同时 右腿插入了他双足之间 轻而易举地打破了他的平衡 瞬间 天旋地转 刚才的梦想中线 整个大地再度扑面来 安东眼前一黑 几乎爬不起来 严格地来说 这个应该是摔半技巧吧 怀师伸手 按着他的后背 阻止他再度爬起 口中缓缓地解释道 刚刚的演示 实际上也不具备什么典型性 大家不用刻意地去学习 参考这个思路就好 这并不是什么 万金油一样的招数 当双方的力量 差距过大的时候 恐怕也只会被对方踢断腿 只有在两方的力量 相差不大的时候 才具备弥补自身弱点的可能 他伸手 再度扶起了安东 我们继续 安东站在原地 喘息了许久之后 才终于回过起来 这一次 他再没有敢像是上次一样 大开大合地冲上来 而是谨慎又缓慢 步步为营地拉近距离 这样的话 敌人早就跑掉了 怀师摇头笑了笑 可安东却不为所动 一步步靠近 每一步都踏得稳稳地 毫无任何疏漏和破绽 全神贯注地 保持着防卫的姿态 总不至于不进攻吧 怀师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缓缓抬起手 对准他面罩之后的脸 那么我就要攻过去落 就当怀师握紧拳头的刹那 绝大的含义 从安东的心中浮现 令他一阵战力 本能地对着两步之外的怀师 斩落剑刃 蠢货 阿列克赛摇头叹息 那一瞬间 安东预想之中捣碎铁盔 将自己脑袋砸成稀巴烂的拳头 并没有打上来 反而五指展开 随着怀师跨前 轻描淡写地躲过剑刃的锋芒 然后搭在他手臂的甲轴上 紧接着 另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肩膀 向前拽戳 原本可以使用更加粗暴 和更加具备破坏力的过肩衰 达成效果 可考虑到其他人体力的限制 怀师动作停顿了一下 换成了如今的方式 于是 在这长久的寂静之中 只有再次到底的闷想迸发 看清楚了吗 怀师按在安东的后背上 向旁边那些坐在地上的学员们演示 重点在于 保持冷静 不要慌乱 寻找打破对手重心平衡的机会 给自己争取出 制造有效攻击 或者逃跑的时机 就好像这样 或者这样 随意怎么样都行 甲咒的保护 同时也是限制 当对手失去反击能力的时候 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伴随着他的话语 怀师手掌抬起 按下 令安东的头盔之上 出现了一个无止婉然的指印 紧接着 手刀斩落 轻而易举地撕裂了 重甲之上的衔接 令双臂的甲咒脱落 双手宛如幻影一般 让人看不清晰 甚至轻柔到 连破空声都没有 当怀师的手掌 地上的甲咒已经寸寸崩解 钢铁破碎的声音连绵不绝 到最后 就剩下安东在艰难的喘息 而怀师 就好像刚刚弯腰包了一颗葱那样 平静地起身 拍了拍安东的肩膀 勉励过他的努力之后 才抬头说 下一个